韓國瑜為什麼會用 火雲斜神來比呢 因為這個綠營真的打不完 每天真的當練沙包一樣這樣打 最近連蘇貞昌也 立即都跳下來了 我們來看蘇貞昌又幹嘛 對於高雄市的登革熱 持續增加深感憂心 那也看到高雄市政府在做努力 因為到現在25例 中央已經打印撥普 相關的補助費用 希望高雄市政府多加油 那另外一點 前天看到高雄 鬧出那個所謂的 小三通所行的鬧劇 這一家公司已經解散 這一條航線已經繪止 那業務市長剛好當過交通部長 對於相關的權責規範 應該非常清楚 侵犯中央值錢 而且讓高雄市民誤會 讓國人觀感非常不佳 那這個都是非常不大 我覺得現在蘇貞昌 現在大概好像是行政院 高雄執行處 每天都在針對高雄 行政院有個南部辦公室 是 他每天就是針對高雄 還要特別做影片來打 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叫上河的 這家公司 弄了一個小三通的 所謂的奇經到洞頭的 這樣一個小三通的儀式 這個公司其實已經 註銷公司登記了 但是潘衡旭跟黃昭順 兩個人都搞不清楚 還跑去參加剪彩的典禮 當然被人家K得滿頭包 我覺得你自己做錯了 被人家K剛剛好而已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我們會發覺 整個綠營真的是 跟剪刀槍一樣 配合弱節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事情發生不到兩個小時 府院黨全部出動 大家一起K你知道 你看蔡英文總統 馬上韓市長在忙其他事 沒有放心力在領導市府的事情上面 陸委會也跳出來 高雄奇經不得於溫州洞頭 沒有小三通痛批這樣子 可能有國安疑慮什麼違法 這些劈里巴拉一大堆 然後蘇貞昌也馬上 趕快做一個海報 你知道高雄奇經溫州洞頭 小三通 然後還講說什麼 航權註銷 解散 沒有政府許可不可能直航 要提醒你這是個大騙局 那生日年的市議員林志宏 也趕快跑去按鈴聲告 而且你想想看蘇貞昌 還在神建院院會裡面 還是把它做成影片 我覺得民進黨效率真的有提高 但這個會讓人家覺得 你的反應會不會太大也太快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問題是 綠營如果真的要去罵別人的時候 要不要先想想看自己 因為你們自己在2016年 也幹過同樣的事情 你看這是2016年賴清德自己的臉書 三年前 是 他當時是安平商港 第一家定期小三通的航運船 你看 當時看到沒有 葉宜晶看到沒有 在那邊參加檢查 你看王定宇 賴清德 全部都出來了 一個一個全部跑出來了 你看看 你看後面的字 安平泉州航線守航典禮 2016年4月26 後面康判都還顯得清清楚楚的 你們當時不是也幹了 同樣的事情嗎 他這樣子不是違法之餘 是 當時你們怎麼會說 這個是重要的決心 你們不可以你們來弄 安平是小三通的港口嗎 也不是 根本就不是 所以你們自己不是 之前也幹過同樣的事情 然後現在你們突然這些 高雄潘延續做了就十二不設 然後你們做了就無所謂 當然他們要打的目標 不是潘延續 我們大家都知道 潘延續根本不在他們的眼淚 他們要的當然還是韓國瑜 就是要把韓國瑜往實力打 你看甚至我們的王定宇委員 還特別講刑法113條 中共買辦注意了 雄撿該約談了 注意看看潘延續的說法 可是問題是 王定宇委員你自己也在 你當時自己也在這邊 而且他也拿著剪刀剪下去了 那你是不是中共買辦 你要不要也 有共同參與 對 關注一下刑法113條 王定宇委員要不要先自首一下 這樣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而且現在還在追溯期內 因為才三年時間 是 所以這讓我們覺得說 民進黨的兩套標準 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中間那個關鍵人物 我們來看當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我的這個小三通 抱著一種嘲笑的心態 我還記得當年有人笑我說 小三通通 國慶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的執政團隊的民進黨 他們可厲害 府院黨現在這個時候 只因為潘恆去出了一個包 就開始猛打猛轟 目的為何只為了韓國瑜 連蔡英文貴為總統之尊 他都開始用那政治操作的方式 但是我們看著這畫面 就在那三年前 你看到賴欣德 賴欣德 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到了安平港 結果居然三年前的一個小三通 這剪採 他們也參加 連王定宇都參加了 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豈不是雞同鴨獎 立岡公府院黨 以後建議你再加三個字 再加哪三個字 府院黨剪警調 剪警調 對 它不只府院黨而已 所有的公務機器都可以運用的 其實這兩件事 以我平心而論 台南這個是有中央核准 但是有走不走 要的這組有走不走 只有主管機關在 但是很巧的 是高雄這個是上河海運 台南那個是上河勝貨運 那個貨船 字差不多 對 多一個字而已 多一個字 怎麼這麼巧 對 這個是不是 有心的人 可以去了解一下 上河勝跟上河海運 差一個而已 是不是有一點質疑 讓人覺得質疑 前天潘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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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公司已經解散了 這我知道我們懷疑 不過我要說是說 不管他的過程是怎麼 當行政首長 蘇貞昌 蘇院長 今天音樂頻又出來了 現在證明師匠 都沾對高雄的事情在做評論 比較簡潔 來網路上面在補 要讓人覺得你是特定性的 你是任務性的 當行政院長 無分大小 無分千萬要管市 都要當頂 平頂 都會機緣 照顧 配合 性質協助 不是一支架 好像選舉的機器 一支架在電汗國語 我覺得這樣有失 行政院長的高度 但是說實際 主管機關去媒體講 我們社會都可以接受 因為他是主管機關 他針對他的不法 還是說讓人疑慮 他去幫他拿出 這支他配搬 那都沒有錯 但是應該 無必要是行政議定 讓人社會看到 覺得說 那這樣行政院長 等於是在唯歐韓國語 對 行政院長 不是任何政黨 雖然是民進黨 小英總統已經任派 但是你服務的對象 不是小英總統 是全台灣的反省 你服務對象 是全台灣所有的民眾 你不是民進黨的私有才 你是台灣人的公共才 所以我是希望說 這兩個案子 包括賴院長過去 他辦的小三通 目前有在進行嗎 進行到什麼程度 過程是不是有瑕疵 這都是接受社會檢驗 但是民進黨會這麼好朋友 不能兩套標準 不能兩套標準 當然我剛才有拿去過了 就是說潘恆旭這個事件 是很離譜很離譜 非常離譜 因為沒有中央核准的航權 台南這個是有航權的 但是航權有 到底有沒有在做 是作秀的 讓人看我我就有做 有所謂 結果我電力後都沒有 這是不是違法 但是是不積極作為 高雄這是 你明明沒有這個狂犯 你明明不可以 結果你再來煎菜 再來通行典禮 讓人覺得說 因為他身分是觀光局局長 對 你身分是觀光局長 所以我也在這裡再一次 拜託我們高雄市 所有行政官員 韓市長這時候 內外要加工 用錢沒包 拿沒路 你們這局處長 大家皮比較硬 不可以繼續逢抓包 結果有什麼人 準備要擠擠 潘仁旭局長 你如果聰明的位 真的你應該是要很誠懇的 來道歉 不應該 又去人 又去人中 用說被民進黨撿到 你講這種話 你就不用道歉 你要講這種話 可以 你辭去觀光局長的位置 開始你站在那邊 你當作一個普通的韓粉 你跟中央對罵 我們佩服你 你如果要做獨鍵 又不成功 要成功又取 又要把中央捏一捏一捏 不然人要電 所以所有行政官員 我拜託 這段時間你們大家比較精壯 台灣要精壯 你聽不懂 不可以 五千五壯 海西韓國瑜而已 蘇惠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的政府 他們指控韓市府他們 統敵 而且是統戰 是造發大財的一個騙局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這時候 還甚至要用刑法第113條 來辦韓國瑜 你是外患罪 可是你可以注意 現在因為一件事件 引發出來是所有的目標 都是要打的就是一個人 叫做韓國瑜了 對 所以剛剛國慶大哥說的 很對 就是韓市府團隊 現在真的要小心謹慎 因為外界是隨時在見縫插槍 因為做了好多的陷阱 對 好多陷阱 然後像潘恩旭 潘局長 他可能也是想要求他的政績 然後不查被騙或是什麼 我不曉得 不過即使是在政府裡面 你擔任的政府官員 就跟你以前在民間部一樣 做任何事確實要小心一點 大家還記不記得林佳龍 在台中發生什麼事 跟你家一個人的空投公司 簽了一個1000億的MOU 然後MOU是什麼 是從海水裡面取礦 像這樣的情況 林佳龍這樣堂堂一個交通部長 堂堂一個台中市長 他也會發生 所以真的人家要騙你 你防不勝防 你只能小心的去查證 可是因為現在高雄 真的是屬於一個 大家檢視的標的 而且還放大檢視 對 所以高雄市府的團隊本身 你們就要更壓小心注意 大概他們沒有那麼長 跟民進黨打仗的經驗 民進黨打選舉是很可怕的 快很準 然後三招 百事不爽 第一招叫做小題大作 抓到你一點點事 就無限放大 放大 放大 放大叫做一個局長 不管是他被騙或是一時不差 行政院長出來講話 還拍影片 我們行政院長好閒 每天眼睛都只在高雄 好像台灣的經濟 現在好得不得了 好像我們年輕人的薪水 都已經三萬五萬 都已經達標了 行政院長每天 七十幾歲的 七十幾歲的老先生 每天都把精神放在高雄 所以這個是小題大作 再來就是莫虛有 這個也是民進黨很厲害的 什麼外患 這跟外患到底有什麼關係 刑法113條的外患罪 是說應該政府來做的事情 你去跟外國政府 或是外國派遣之人 去從事約定 請問一下那一天的活動裡面 OK 潘恆旭是高雄市政府人 那有哪一個人是來自於 外國政府所派遣的人 的官方代表或是人 然後雙方約定了什麼 沒有 因為潘恆旭 是被動去參加的 這個是一個民間辦的活動 不管他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 潘恆旭是被動去參加 又不是他主動要去跟人家簽什麼 所以哪來的外患罪 這是不是莫虛有 這也就是剛剛說的打群架 這是民進黨最厲害的一招 以前我們在台北市的時候 跟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真的好可怕 他真的就像是府院黨檢警調 真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前兩天 某週刊也是說獨家揭露說 北檢要去北農調了什麼 多少財務資料 說韓國瑜在北農領了多少錢 請問一下那一些表格 那一些說歷任的總經理的薪水 那些官方 北農內部的文件 有幾個人有呢 來數數看有幾個人有 第一個是檢調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 北農自己的人有 北農現在是誰來掌握 第一個董事長是民進黨的黃向群 總經理是民進黨陳吉仲派的翁仲西 所以他們要拋資料當然可以 第三個是誰有 柯市府 柯市府他有沒有丟出去的動機 當然有 柯市長現在有可能2020 是要跟韓國瑜對選 所以本來是好兄弟 現在也一動不動都在 還影射說韓國瑜是肥貓 你都忘了你當年多氣重人家 還想找人家當副市長 分手沒有好話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 他的三招百事不爽 20年來打選舉 莫須打群架還有小題大作 所以我覺得到了這樣子 當然說市府團隊 他動輒得救 他自己要小心 這是潘仁旭必須要去負責任的 因為他們所做的任何一時不察 真的都會被 韓國瑜要去背這個責任 韓市長其實他也是 其實以前在北農我們就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 很有義氣的人 他也不會說像柯文哲就是 砍砍砍 斷尾求生 棄居保帥 所以柯文哲的柯市府 大家應該記得 前三年就走了二三十個局處首長 為什麼 因為一發現事情他就讓他走 然後切割別人保全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常常 希望給潘仁旭局長的一些建議 就我們私底下也會給他建議 就是低調一點 然後把你的業務做好就好了 因為高雄市其實 可以做的事情還很多 那不需要說現在就去 出這個風頭也好 或是搶這個業績也好 我覺得這個都很容易 讓民進黨去撿到槍 WAS 這個 搶貝 真的 這個 那 我們 兩個 我們 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